死后分娩的现象现在已经很少见 我这里有一个案件 是我父亲所经历的案件 一个年轻的未婚的女婿 被发现在一个小水塘中死亡 开始大家都认为是意外死亡或者自杀 那开关验尸 发现在这个双大腿之间有一个胎儿 考虑到死者是以年轻未婚女性 这种裸定老犯罪嫌疑人是她的男友 那么她的死因就是利水他上 相比于普通的死后分娩 这起古代案件中 覆盖在尸体表面的石灰粉 无疑为真相蒙上一层迷雾 石灰粉它撒在尸体表面和放在尸体的周围 它可以保持环境的干燥 杜绝了细菌的繁殖 这样达到防腐和保存尸体的这样一个目的 但它肋骨器官 它肠道里面还有大量的细菌 它继续繁殖 产生大量的腐败气体 导致了腐腔和盆腔的压力增高 它可以推动子宫里面的胎儿分娩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